这个是李灵姐,是李永振的姐姐 谢谢啊 不是,到时候我上来的图上你就可以看 我们都是自己人看 别人也听不到啊 你起了什么奇怪的title 这是我们自己人之间share一下 然后看一下包很流啊 太老心了 这个有的啊 然后我们这边是 它是给它长年一个 长年一个 一块活的嘛 然后我们感觉活上它 里边吧还有点咸咸的味道 吃起来不腻 真的因为它里面是咸的 你要是再录呢 我就把它吃了 再有鱿鱼 好吃好吃 你要把它那个爆浆的过程 一定要吃到身上 这个叫什么呀 油沙包 尝一下 当天沙粗嫩的 哎呦 好烫 哎是蟹黄�啊 有种蟹黄的感觉 喜欢多少 Psalm 在吃这个时候,就是刚才我贪婪了,拿一口吃个大的 话说心结吃不了肉饿 肉豆腐 他想吃肉豆腐 热豆腐 我们第一口有个味道,第二口有个味道 他吃了这个,这个我觉得是最能体现出水平台的一道菜 因为他这个,这个 主婚禁国吃不出鲜味儿 这种菜的感觉就是这里边,那边要吃 这根本不是一个等 好餐 电宝 这个是这么大一只,好像才5000回来吃 但是你这个是容易爆炸的 这是什么,是屎榴弹 不是,你这是18650电池 但是我说慢的时候,真的有噪音啊 这方又有噪音啊 不是,我耳朵会自己自嘚嘚嘚嘚乱拍 回声大回来 你脑袋太空,有灰心,通过物理学的角度来摔,像个鼓一样,像鼓一样,像鼓一样,有没有水位,你一下也摔出来,脑袋里面的筋势,这时候摔点面糊,你马上就这样摔,摔着耳鸣,眼睛发慌,不然你知道总是你听着耳吸,你把耳吸插销,在那个耳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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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型鼓,像那样变动刺激性的,我已经不能听到,我耳朵就是那种耳朵,她说懵着了,说懵着了,就是说很了,这个就是把自己说懵了,什么意思啊?我有的,也有的,来来来来,赶紧走了,一酒带茶,昨天喝了黑多水, 在路上我都不行了 鸡军梅 嗯 金军梅 我原来你的鸡军梅够好的 你那鸡军梅也不错 但是喝完这金军梅以后 简直是露包的 这就不知道怎么会查啊 不是 品质也有不差不多的 咱们证证 咱们试试一下 试试盖的很简单 就试试四五次就知道 那确实不行 不行 你这个三号真小了 你这个N太少了 我们老师给我们测吧 你这可能要多大 你真不需要那么多 是吗 我只要拿上纸的笔 测四五次你就知道成功了 我好像瞬间被释话了 都不要刻意记这个纸上的不同 我没记过 我都看不见了 我都看不见了 李永震可能会刺 李永震他得认 不是我都没看 我姐 你选这个是吧 现在开始啊 你们三扇门选一扇门 仁姐先选 选这个 这扇 你猜错了 ok 咱们试完第二次 三扇门 你选一扇 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案例 但是具体我们算算啊 具体算算 猜中的概率 就是这样 我们想求的 我猜不到 哎呦 选这个 选这个 嗯 郑哥 你很厉害 就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你 就是你表达的能力和你正常判断事物的结果 就是如出一辙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知道答案 选错了 统计学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作过程 你怎么没发现呢 哈哈 我给你一个马虎泡 哈哈 我示后出了 我马虎泡 好好接受这个 示后出了 选一扇门 我选第一扇 选第一扇是吧 猜错了 这次猪哥哥选 ok 我选这个 猜中了 这个是这样 好 郑哥 猜 怎么要random起来 嗯 很random 二 他猜中了 我选一 一 然后他猜错了 猪哥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位猪哥哥 我现在就重新把这个问题理解了一遍 第一步跳过 直接讲问题的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告诉我这个不对 相当于这个题重做 就不用考虑 就我不听你 我还是选中间这个 猜错了 猜错了 这 你俩真是 写写算了看不就知道了吧 真是一个门派的 我看看 我看看这个是怎么够吃的 这个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呢 其实是这么回事 因为假的有个动作是 对 对吧 对 那么这个事件就结束了 没有结束 这个很容易的一件 你要明白 我把这个电关了 我怕就没电了 绝对是全是了什么叫吃饱的撑着 对 对 所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